欢迎您来到第13届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当全球趋势从web 2.0迈向web 3.0 艺术界更新起NFT与元宇宙的数位艺术创作热潮 接轨这股潮流 本届2023国纪年度主题奖的创作主题为 平行世界 请您跟着我 一起进入这个充满魅力的平行世界吧 我们这次第三届台北新艺术博览会 我们整个的展览主题今年是平行世界 也就是针对平行世界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去做测展 所以很多参展的作品等等都是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去发想 包括我们在这边有大会一个特别测展的地方呈现像这个 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这种空间来代表我们平行世界 那另外呢 有很多作品是借由这个现在最夯的这个AI AI辅助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工具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创作 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由AI绘图计算呢 全世界算是一个艺术上面新流行的趋势 我们内心所想的在AI的那个世界 网络世界里面呢被呼范了出来的 那是那个世界里面呈现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再加上每一个艺术家本人自己内心里面的 对于这个呈现出来的感受是什么 把它融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呢 网络的世界跟我们现实的物理世界呢 结合为一 那是一个平行世界 我们这是一个物质物理上面的世界 两者是可以互通的 透过了音乐 透过了艺术上面呢 两者之间是可合为一的 在艺术的进程上面呢 越来越来的艺术呢 它不会受限于我们规范是什么 如果说当年皮卡索一开始画出来的那个历史派的那种感受 很多人很难以接受 甚至在早一点的野兽派的东西 很多人也很难以接受 但是它现在变成了是我们的经典之初 全世界都巧克力收藏 艺术是这样 创新 而且呢 发自内心 今天 Mapizers 离其他年码 大家来参观 玩一些宝宝的作弊 饵 咸 點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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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